花莲优质的农产品要如何让更多人喜欢 带他们亲自到社区里品尝是最直接的好方法 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和水宝局花莲分局 共同辅导在地小农 并带领着都会区的企业大老板们走入社区 透过午茶饗宴 在山林间品尝在地特色风味点心 也现场采购小农的产品 而就要一趟自然舒适又美好的午茶饗宴 也让企业老板们印象深刻 小火车载着50多位全国中小企业总会的大老板们 体验复兴社区清晰的山林 并且来到精心布置的下午茶会场 还有甜美的阿美族少女跳着迎宾舞蹈 让这些老板们相当惊喜 这是由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与水宝局花莲分局 为在地小农和都会区企业家串起的午茶约会 水宝局花莲分局希望透过各种方式 让更多外地游客走入花莲农村社区 品尝优质的农产品 也让农民的产品有更多销售的机会 我们农村的确是很需要就是都市这些企业来帮忙我们这一段 那透由我们农寨的计划 他们制造了一些有特色 那这些产品可以行销给尤其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国人都不能出国 那我觉得也是借这个机会把旅游的在地化 还有体验的东西能够让都市的这些企业团体能够享用 全国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李玉佳表示 花莲的空气山水是都市人所向往的 今天亲自走入农村社区 更真正体验到大自然的美好 到花莲来最主要是 我们是感觉说可以引力成效 那到这个地方来空气清新 而且花莲整个好山好水 那我们可以到这边可以放松一下 整个工作的压力 整个心情 那最主要也是来看看 我们政府福岛的这个社区 这个社区好像现在福岛的每个社区 都非常有它的特色在 那大家可以共同来规划 怎么样的把产地的特色 把它做出来 那做出来然后能够福岛在地的这些青年 能够让他们落地生根 能够创业能够维持能够成长 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哇这个太棒了 在这里享受到一个这么美妙的一个 这个地方太赞 而且是一个爱心的一个园区 所以怪不得它是写520爱心 就是我爱你 我们真的是很幸福 我们是一个幸福的一群 谢谢 哇感觉好好哦 这超好吃的 对 没有 对对对对 很新鲜 大家应该值得来 对对很不错 这是第一次 非常新奇 而且知道可以帮小农做什么事 非常不一样的体验 对城市的人来讲 绝对值得一游 首先很惊讶 既然我们来旅行 我们可以结合企业参访 然后看到一种商机 其实台湾有很多这样的隐形企业 是我们在座的 甚至很多全台湾的都不知道 如何去发掘这样的一个农作物 它可以产生无限的商机 同时可以创造这么美妙的环境 那我们觉得 其实在一月结盟 可以很多有话 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 同时在这个一月结盟 谢谢 这场午茶饗宴 特别邀请到富里罗山 瑞税富新 玉里松府 赤柯山 还有玉里米加勒等社区小农 以围巡农产市集 展现花莲特色农产品 还有加工伴手礼 来自都会区的老板们 也现场选购各式商品 要把花莲最纯净 优质健康的农产品 带回台北去 在这场兼具视觉 与味觉双城享受的 五茶活动中 透过美食品尝 社区小火车体验 带领都会区民众 认识花莲丰富的农产资源 和亲近自然的环境 记得旅会 各项报道